前些天就有一位花友在后台发来一篇私信 他家里养了本栽金钱树 栽种夏季已经有一段时间了 不知道为什么肥好 因为栽种夏季一段时间之后 要给他补充一些他所需要的养分 不要在一个切肥状态下去让他生长 不然的话时间一长 他是很容易出现叶片发黄 那么使用什么肥好呢 在这个夏天使用的肥就需要很多种 我就以我这一盘的方法分享给他 其实就是这种蚯蚊粪肥 比较细腻的一种蚯蚊粪肥 基本上十天的时间放一次就可以了 因为你这种蚯蚊粪肥 对土壤不会造成板结 不烧根 释放养分嘛 我们坚持十天的时间放一次就可以了 可以要着花盆边缘给他放进去 或者是对水融化浇灌也可以 这样兼齐给他十天的时间 浇灌一次 慢慢的他就会长出比较多的 侧芽清叶的了 不会造成叶片没有光泽的现象的 蚯蚊粪肥呢就需要种比较好的 有脂肥 天然的有脂肥 特别适合这种金钱素使用 因为蚯蚊粪肥呢 它释放的养分慢慢的就会分解释放出来 这样金钱素呢就能够有足够的营养 快速的生长 大家可以看蚯蚊粪盆也是栽种 浑盆下去已经有一段时间了 就是给它喂了蚯蚊粪肥的 现在这个长次跟其他的一些花芽一样也不差了 这些叶片光泽度是比较好的 同时以散色光通风的环境 它是很容易生长的 因为现在这个夏天啊 蚯蚊粪是特别的毒辣的 我们一定要做好蚯蚊粪子一步 以散色光为主 时不时向叶面周围喷洒一些水物 我们可以到地里去挖一些蚯蚊粪的粪便 回去弄干之后呢 晒干之后呢 给它捏碎 捏碎之后 直接撒到盘土表面也可以 如果条件比较有限的话呢 可以到网上去购买 也是挺便宜的 一包呢 就能够用的蛮久的了 如果家里的金钱树啊 不懂了怎样给它喂肥 不知道为什么肥好 今天我就推荐这种给它 希望呢 对它有比较大的帮助 反正我所有的金钱树 我就是按照这种施肥 这种肥以来吸用的 现在每一盘的长势 大家也看到了 长得比较旺 作为本赞的话呢 就是这样去施肥去养护就得了 好了 这期就分享到这里 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下期再见